第八集 吃过晚饭,李小暖和古霄古云山姐妹陪着李老夫人说了半天话,眼看着天子昏暗下来,才告诉出来。出了院门,古云山顿住脚步,满脸笑容地拉了李小暖的手,低声说道。 本来啊,今天下午,想过去看看你的,担心你这几天路上累着了,要好好歇一下午才好,我和云花啊,才耐着性子,没敢过去找了你。 李小暖笑着正要说话,古云花拉了她的另一只手,说道。 刚来的路上啊,我和姐姐商量了,明天上午,你要和古霄去上课,也不得空,那就下午,我和姐姐一起过去松丰院看你。 李小暖笑着点着头,古霄起过来,急忙说道。 哎哎哎,还有我,我也去呀。 你今天下午不是去过了吗? 古云山拍了拍古霄的肩膀,说道。 哎,那不算,那是帮妹妹去看房子去的,不能算过去看过妹妹了。 古霄仰头,看着古云山争辩道。 古云花推着古霄说道。 哎呀,你想去就去好了,又没有人不让你去。 四个人说笑着,穿过后面花园,告了别,各自回去院子了。 东墨和小玉跟着李小暖转过一座假山。 暮色中,松丰院院墙另一边飞快地闪过一个苗条的人影,闪进了松丰院大门。 东墨眉梢立即竖了起来,转头看着李小暖。 李小暖盯着院门,脸色沉了下来。 转头看了眼小玉。 小玉看着院门,转过头,满眼惶恐地看着李小暖,微微有些颤抖地说道。 那奴,奴婢,像是看到,有个人影进去了。 李小暖微笑起来,声调轻松随便地说道。 像是哪个丫头领了什么差事,天晚了,赶着回来罢了。 小玉面容放松下来,忙笑着点着头。 姑娘说的是,也不知道是谁,吓了我一跳。 李小暖笑盈盈地转过头,看着没烧倒树的东墨,轻轻地拉了他,步履安然地进了院子。 魏嬷嬷迎了出来,李小暖笑着打发他回去歇息了。 东墨跟着李小暖进了东乡。 李小暖坐到榻上,转头看着东墨问道。 是春翘?嗯,我看着像是那丫头。 东墨眉梢高高挑着,满脸恼怒地转身就要出去。 我去问他。 回来,李小暖叫住他,示意他坐到榻檐上,低声说道。 你这会儿去问他,若他不肯说,再不肯认,叫几状天驱来,岂不就要闹起来了? 这满院子的丫头,脾气秉性,厚头的关联,咱们一无所知呢? 就算没有闹起来,也保不准明天没人把这事传出来。 咱们刚搬到这院子里,不过一天功夫,就闹出事儿来,依我脸上岂能好看呢? 那怎么办?难道就这样算了?万一往后出了大事? 冬末焦躁起来,李小暖抬手指住他,拧眉思量平和,抬头看着冬末吩咐道。 你去把这院子里,所有的丫头都叫进来,我先敲打敲打,往后若再围了规矩,也算不得不降而诛了。 冬末点点头,不大会儿叫了众丫头进来,规规矩矩地站成两排,垂手势力着。 李小暖端坐在榻上,沉着脸,挨个儿打量一遍几个丫头,声音平缓地说道。 我这里,规矩言,若说这好处体面,却是半分也没有。 你们谁若有难处,也不必勉强,只管说出来,明天我回了夫人和老祖宗,仍退回原处当差就是了。 几个丫头,迟疑不定地左右看了看,忙又低下头,都莫打量着众人。 姑娘的话都听到了,若是有难处,只管说出来就是。 停了一小会儿,李小暖微微露出次笑意,缓缓说道。 既然,都是心甘情愿地留在我这里伺候的,这就是咱们主仆的缘分。 这院子里,李小暖顿了顿, 这院子,是谷家最没有分量的院子,它没有任何可以许诺,可以给予的东西。 李小暖心里,突然涌起谷浓重地苍凉来,垂着眼帘,沉默了片刻,才看着众人,慢慢接着说道。 在这院子里当差,处处都要谨慎,不要与人争强斗盛的,府里的规矩,一步也不能错了去。 若是,结了院,犯了错,没有人,能替你们挡下了半分的。 李小暖的声音,滴落到鸡不可闻,目光缓缓地扫过众人,停在了低垂着头的春鞘身上。 众丫头跪了一地,参差不齐地磕头硬撑着。 是,是。 李小暖挥了挥手,打发众丫头退了下去,拦出进屋,收拾床铺去了。 小玉和秀文去后面镜房准备沐浴的热水和棉帕等屋。 李小暖垂着眼帘,思量片刻,叫了冬末过来,低声吩咐道。 从今天起,这院子里,你和魏嬷嬷不能都出去,必须要留一个看着。 这几个丫头呀,你要多多留心一些。 脾气性格,要早些摸清楚了才好。 还有,李小暖顿了顿,转过头,面容冷静地,看着冬末吩咐道。 你是家生子,父母又是一直在老宅子里当差的,想办法打听清楚咱们院子里这些丫头的底细。 家里如何,谁和谁要好,谁和谁有过节。 嗯,李小暖眼珠微转,接着吩咐道。 不光咱们院子里的人,这府里的闲话,传说,都听着些,小心着些,叹些话。 千万别露出猴急象来,让人觉察出,你在打听事,那就不好了。 东墨答应着,蒸蒸地看着坐在榻上的李小暖,幼小瘦弱的身体裹在粗麻布桑服里。 不过六岁的孩子,可说出来的话,却仿佛是六十岁的老人。 稚嫩的脸上,漆黑的眼睛,幽深地看不见底。 东墨突然觉得,眼前的李小暖诡异异常,禁不住轻轻打了个寒劲,低声说道。 姑娘,在外头,可千万别这样子说话。 李小暖缓过神来,仰着头,若有所思地看着东墨,点点头。 嗯,谢谢你,东墨姐姐。 东墨带着小玉和秀文,伺候着李小暖沐浴洗漱干净,换了身细麻布短衣裤。 李小暖打了个哈欠,躺到被窝里。 东墨笑着说道。 姑娘啊,只管安心睡,明天一末,我过来叫姑娘起床。 李小暖打着哈欠,点着头,缩进了被窝里。 第二天,银正一刻刚过,魏嬷嬷就叫开了院门。 冬香的灯跟着亮了起来,秋夜和春翘轻手轻搅地起来,收拾好自己。 出了门,捅开了导座间的茶炉,又叫醒了小丫头们,小院子打着哈欠忙碌起来。 银沫刚过,冬末带着蓝出,点亮了重屋的灯。 魏嬷嬷把不肯睁眼的李小暖从被窝里拖出来,手脚利落地伺候着他穿着衣服。 姑娘,少爷来了。 秋夜的声音在门口响亮地禀报着。 李小暖一下子清醒过来,急忙转过头。 惊讶中,带着似不满,古霄拎着个电缆粗布包袱,神清气爽地跨进了冬香内室。 冬末匆忙去了屈膝,笑着说道, 姑娘还没洗脸呢,少爷先到外间坐一坐,让小丫头泡杯茶给您喝,我们姑娘啊一会儿就好。 啊,不用喝茶,我就在这儿啊,等着小暖妹妹。 古霄将包袱放在机上,转身坐到了旁边的扶手椅上。 李小暖转头看着他,微笑着细声细语说道, 古霄,你还是到外面等我吧,我还在穿衣服呢。 古霄争了争,上下打量着李小暖,指着李小暖笑了起来。 嘿嘿,小暖妹妹啊,你的衣服已经穿好了,你看看。 李小暖眉梢耍耸了下来,满眼苦恼地看着古霄,冬末眼着嘴迟迟笑了起来,跟姑娘比,少爷就有些憨憨的了。 魏嬷嬷冬末伺候着李小暖很快地洗漱干净,挽起两个抓技,魏嬷嬷用电缆粗布包袱包了三字巾和小铠本,递给李小暖。 古霄指着蓝粗,吩咐道, 你去看看,小暖妹妹的燕窝粥好了没有,赶紧端上来。 蓝粗急忙转头看着冬末,冬末争了争,李小暖拎起自己的包袱,推了推,古霄的包袱说道, 我从来不是那些东西,咱们还是赶紧走吧,要是晚了,夫子会发脾气的。 说着李小暖脚步匆匆地往门外走去,古霄争了争,顾不得其他,急忙拎起自己的包袱, 看了眼乌角放着的沙漏,跟在李小暖后面出了正屋门。 外面天边已经泛起了鱼杜白,清新的沉雾中带着丝丝凉意和微甜的桂花香。 李小暖眯着眼睛,深深吸了口气,古霄紧走两步,追上李小暖,一手挽着包袱,一手抓住李小暖的手。 小暖妹妹,我牵着你走,天还没亮呢。 李小暖一声不吭地甩开古霄的手,加快脚步,沿着抄手游廊,往院子外奔去,古霄拎着包袱,追了上去。 小暖妹妹,小暖妹妹。 魏嬷嬷紧跟在后面,担心地叫道。 姑娘,少爷,慢些,慢一些呀。 李小暖冲到院门口,等候在院门口的吴嬷嬷和山水烟云两个小丝。 吓了一跳,李小暖满脸笑容地,冲吴嬷嬷挥着手说道。 快走,快走,晚了,夫子要发脾气的。 吴嬷嬷笑了起来,蹲下身子,伸手抱住李小暖,笑着说道。 表小姐呀,不用这么急,咱们从院子后脚门穿过去,也就是一刻钟的功夫就到了,哪里会晚呢? 吴嬷急匆匆地追上来,一把抓住李小暖的手,微微有些喘息着说道。 小暖妹妹,小暖妹妹,你跑得太快了。 魏嬷嬷也追了上来,笑着说道。 姑娘啊,可不能跑这么快了,要是绊倒了可怎么好啊。 李小暖满脸笑容地点点头,偷偷地甩着古霄的手。 古霄牢牢地握住李小暖的手,牵着她,步履稳稳地往后面园子走去。 李小暖转头看着古霄,跌声说道。 你松开我呀,包袱中,我也换个手拎着。 古霄迟疑着松开李小暖,看了看他手里的包袱,学着李小暖低声说道。 咱们福利的规矩,这书包袱啊,只能自己拎着,要不然我就帮你拎着了。 李小暖转过头,看着古霄,笑容灿烂地说道。 我呀,喜欢自己拎着书包袱。 古霄也跟着,弯着眼睛笑了起来,把包袱换了手,就要转到另一边,去拉李小暖的手。 李小暖伸手拉住她的衣袖,笑盈盈地低声说道。 古霄,以后没有人的时候,你不要叫我小暖妹妹,好不好啊。 古霄争了争。 哦,那我叫你什么呀,为什么不让我叫你小暖妹妹呢? 李小暖轻轻咳了一声,满面笑容地低声说道。 你小声些。 古霄,你想啊。 小暖妹妹,要四个字呢? 叫起来多麻烦呀。 嗯,你叫我小暖多好听。 古霄认真的思量片刻,点点头,转头看着李小暖,低声说道。 嗯,小暖呀,那我还是叫你妹妹好了,反正啊,我只有你一个妹妹。 李小暖一时制住了,转头看着古霄,古霄弯着眼睛,笑盈盈地看着她。 李小暖咬了咬嘴唇,压着声音说道。 不要叫我妹妹,叫我小暖啊。 古霄争了争,忙往李小暖身边挨了挨,好脾气地哄着她。 哎,小暖,你别生气啊,小暖就小暖吧,那我叫你暖暖吧,暖暖比小暖好听。 李小暖无奈地点点头,加快了脚步。 咱们还是快一点走吧,别让夫子等急了。 嗯。 古霄重重答应着,拎着包袱跟上李小暖,往园子后脚门走去。 外院书房里,王夫子已经端坐在椅子上等候着了。 古霄和李小暖恭敬地请了安,乘上了穿客本子。 和往常一样,王夫子几句话就打发了李小暖,开始盯着古霄背书,给他讲书。 早课上到晨出两课,王夫子收了书,古霄和李小暖失礼告了退,跟着吴嬷嬷等人穿过园子,静止往瑞轩堂去了。 瑞轩堂里,周夫人,古云山姐妹早就过来了。 见两人进来,李老夫人一叠连声地吩咐着,碧莲呢,快去叫人传早饭进来。 这念了一早上书,该是饿坏了。 古霄长衣请了安,就被李老夫人拉过去,搂在怀里,满头满脸地抚摸着。 古霄仰着头,笑着说道, 诶,我不饿,早上菊英姐姐给我吃过燕窝粥和点心了。 古霄仿佛想起什么,转头看着李小暖,说道, 诶,暖暖早上没有吃东西,肯定饿坏了。 李小暖坐在踏檐上,笑盈盈地看着李老夫人说道, 我就是觉得不想起床,倒是没有觉得饿。 李老夫人笑了起来,转头看着周夫人,感慨地说道, 我小时候啊,最恨这个早学,要是冬天里啊,要等快下早课了,天才能亮呢。 这外面天寒地冻的,北窝离内要暖和着,真真的不愿意起来呢。 周夫人跟着笑起来,正要说话,古霄抢着说道, 老祖宗,我能起来,冬天里我也能起来。 李老夫人和周夫人一起示笑起来, 李老夫人俯着古霄,宠溺地夸奖道, 呵呵,我们小儿啊,最勤奋不过了,将来这书呀,肯定能念得好。 碧脸指挥着丫头婆子,很快摆了早饭进来, 众人做了,周夫人奉了住,李小暖忍着饿, 慢条丝里地,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了一碗粥, 又吃了三个塑像包子,一个油盐酥饼,才觉得饱了。 李老夫人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李小暖,一时吃了饭, 古霄拉着李小暖急忙告了退,四正一刻还要上学呢, 古云山和古云欢姐妹陪着李老夫人说了一会儿话, 也告退回去了。 看着两人离了院子,李老夫人示意周夫人坐到太檐上, 温和地说道, 从明儿起呀,这松丰院也照着他们姐弟的力, 每天让人送一两燕窝午前冰糖过去, 让冬末看着人熬了给小暖喝。 周夫人争了争, 微微有些迟疑地看着李老夫人, 低声说道, 小暖啊,是个懂事可人疼的, 母亲疼爱她,我也怜惜她, 这燕窝在咱们家虽说不值什么, 可到这外头, 毕竟还算是个贵重物, 若是吃惯了, 往后离了咱们家, 岂不是倒要苦着她了? 李老夫人满眼笑意地看着周夫人, 拍了拍她的手背, 轻轻叹了口气, 说道, 女孩儿啊, 虽说不能凭着读书科举入室, 为官作宰的, 可女儿家将来嫁进什么样的人家, 能抚佑着丈夫做些什么事, 将来生了孩子又会如何, 谁又能说得准呢? 小暖那孩子, 咱们既然留下了她, 就不要委屈了她去, 再说了, 咱们家也不少那点银子钱不是? 周夫人温顺地笑着, 点头应称道, 母亲说得极是, 我这就打发人送过去, 李小暖和古霄中午下了学, 到瑞轩堂吃了午饭, 喝了杯茶, 陪李老夫人说了几句话, 古云山就引着三人告退出来, 出了瑞轩堂, 直奔松丰院去了, 古云山和古云欢, 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金柜, 各自吩咐丫头收了半荷包的桂花, 准备回去做香囊, 收好桂花又看了一会儿花草, 两人才进了正午, 东乡西乡里外看了看, 古云山用手指挑着围蔓, 皱起了眉头, 这些个围蔓帘子呀,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了, 让真献房的人重新坐了没有? 已经让人去坐了, 连这屋子里的坐垫, 坐入什么的, 母亲都让人去坐了, 古霄忙跟在后头解释道, 古云欢笑了起来, 轻轻推了推李小暖说道, 小暖妹妹, 你呀, 赶紧求求大姐姐, 大姐姐发句话, 这围蔓帘子, 说不定名儿就得了呢, 李小暖疑惑地看着古云欢, 古云山笑了起来, 松开围蔓, 下意识地用帕子擦了擦手, 看着李小暖笑着说道, 母亲让我学着中吃中馈, 先把针线房交给我管着, 这可用不着小暖妹妹再来求了, 等会儿啊, 我就去给小暖妹妹, 催催围蔓帘子去, 如今, 咱们都守着校, 针线房也没什么活气好做, 按理说, 今天就应该送过来了, 这院子倒是极好的, 配着这样的围蔓帘子, 可就是可惜了, 李小暖满眼惊叹地看着古云山, 屈膝行着府里, 笑盈盈地说道, 那小暖先谢过大姐姐了, 大姐姐真是厉害, 要管着那么些嬷嬷们, 小暖想想都觉得害怕呢, 古云山捏了捏李小暖的面颊, 笑盈盈地说道, 你才这么点, 当然是想想就害怕了, 等你像我这么大了, 该学着管事时就不怕了, 李小暖笑着点着头, 我看上去, 我这就要说挺 Seuserлин沙迹 这样的那理움很清楚好。 这个球不救他们, 比喻燥顶堆吃白亍 您悄悄来看看,